另类的经营方士豪 但您关心彰化这一家面店老板 他因为承接了中表行父亲的店面 他在老涛的期盼之下 就同时卖表也卖面 另外还有一家中药行 跟小吃店做结合 一样受到在地民众的欢迎 走进表店要吃面 怎么回事 顾客低头猛瞧的不是表 而是紧盯菜单 准备点餐 三分钟后就在时钟展示柜前 老板将香喷喷的私房面端上桌 放在陈列中表的玻璃柜上 卖表老板身兼面店大薯 煮的面可不马虎 这碗台式泡菜面 香葱加泡菜 香气扑鼻 还有这碗肉拌面 拌熟金黄蛋撒上胡椒 与面条搅拌均匀 口感滑顺绵密 蛋汁进到面里面 整个口感很大 老板上菜后 转身又帮民众修表 持放大镜 仔细端倪结构 会身兼多职 是因为曾经营面摊 后来承接父亲的钟表行 老涛要求 要吃记忆中的古早味 决定卖表又卖面 比较熟的客人来买表的时候 他会要求我弄一些吃的东西 没有办法常常为了吃面而买表 所以就建议我用这种方式去尝试看看 表店卖面不稀奇 这家中药行同时经营复合式小吃店 用自家中药入菜 不论是药膳排骨汤还是药膳猪心汤都够够味 不怕不景气 不论是中药行卖小吃 或是表店卖面 复合式经营 营造话题 也创造商机 周年新闻李自贤 廉家新陈梦辉 台中彰化采访报道